这件网友是懂欺软怕硬的 面对林更新 唯唯诺诺 却对霍建华重拳出击 林更新骂人 我还得在评论区找翻译 你像一条死了三个月的带鱼 你看你那熊样 大飞踹干你脸上 听他怼网友 我乳腺一整个通畅 林更新被骂 笑了 来活了 霍建华被骂 哭了 不活了 之前粉丝叫霍建华吃货 他只是因为觉得货这个词不好 就委屈到掉眼泪 什么什么货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词 我也很直接 我说别人怎么说我没所谓 但是如果你欣赏 我也是我的隐名的话 就请不要这样说 那对你们感觉是不一样的 之前访谈杨敏也吐槽 霍建华被骂会躲起来哭 他受不了别骂 他都躲起来哭 像小孩一样 是哇哇打哭 对对对 怪不得霍建华一直没开通微博账号呢 原来是怕被骂 这样一看 霍建华林心如真是金玉良缘了 霍建华哭的时候 有心如可以汁水 虽然他自己很脆弱 但对外也是一点面子不给 霍建华与粉丝之间也很有节目 霍建华与粉丝之间也很有节目 粉丝送他礼物 他把礼物还回去 把说明书留下了 因为他以为那是粉丝写给他的信 还有粉丝送他自行车 他给自行车签个名 让人家扛回去了 好好好 哥是主打一个不守礼物呀 在刘诗诗和吴启龙的婚礼上 霍建华吐槽他们瞒着自己谈恋爱 后来看到报纸才知道俩人恋爱了 但是我还不知道他们谈恋爱 他就偷偷问吴吴启龙说 突然就理解 为什么都叫霍建华老干部了 网友都乔卡 难怪这几年不拍戏了 因为结婚之后 别人老是骂他老婆 就是说 玫瑰的故事 导演选角想的也怪周到的 还好傅家明是去世的角色 要不然辜负了玫瑰被骂 还不得天天哭 这次网友们千万不要再去去傅家明了 不然又和如意转那时候似的 哭着回家了 德痴 去